大飛 為什麼你雙手擺在前面 因為有些東西不方便把它展開 你給幾分 沒有 我給1分 為什麼 因為它還是太緊 以男生的角度來看 還是稍微穿那個 哪一部分的緊 我們是九點線的 包得緊 不是說 對 就是男生還是會可能看 就像他剛剛一打開 我覺得就可以飆到10分 所以你冬天的時候看到那種 高領毛衣的女生會當作隱形人嗎 高領毛衣確實會 如果你要以性感來講的話 確實當然男生 可是那種凹凸有致 然後穿高領毛衣 那要狠凸喔 那如果是像這種襯衫的 不是高領毛衣的這一種類 走在街上你們也覺得隱形 你剛剛有來嗎 我剛剛沒看到你 我剛剛都在看他 如果像小語老師露這樣子 我覺得今天給他10分了 歡迎下一位參賽者之妹 美蓁 美蓁 抓過 那個腿 對啊 她是不是變瘦了 對 有 變瘦了 好瘦 好美喔 你看得出女生有沒有變瘦 看得出來 她感覺變瘦 是因為這個主題籌備兩個月嗎 對 也籌備太久了 結實 謝謝 美蓁 美蓁 妳這一套的重點是在哪裡 我這一套的重點就是 媽媽怕冷 所以不能穿短袖 媽媽嗎 又是一個媽媽怕冷 媽媽真的很怕冷 妳也怕冷 我們也想要有性感的感覺 為性感 所以我是以透膚為主題 OK 然後我穿短裙 但是腳也會覺得有點受寒 所以也要穿透膚的絲襪 高的女生 很容易看起來冷豔 對不對 但是我就配了一個 很可愛的小包包 讓人家覺得說 其實我是 滿有親和力的一個女生 因為她拿小包包這樣轉台 也比較方便 漂亮啦 對 漂亮 妳覺得妳自認最性感的 兩個部位是什麼 我最自認最性感 應該只有一個吧 就是身高優勢 對 今天大家把自信拿出來 就是身高優勢嘛 所以就是腿的比例比較長 因為腿很美啊 又直 超羨慕的 但你們有覺得這個 有符合今天的主題嗎 有 我覺得是有 因為它就是只有 微微透露一些性感的部分 然後又不會露太多 但現在年輕的梅亞 會選擇這種絲襪嗎 會啊 因為男朋友想要撕破 絲襪不要買太貴的 因為會被撕破 大概一百多塊就可以 沒有啦 那個Seven有那種 她很有驚豔的感覺 我是沒有被撕過 只是有做過一些田野調查 田野調查 絲襪是確實有 讓人家有一點小小的遐想 而且女生其實一穿上絲襪 就會覺得自己 莫名其妙有一種性感 有 對 很有性感feel 所以今天這一套OK 歡迎格雷斯 來